剑侠破,五蛟龙,十方俱灭,顿如无风,但无间不摧,且能把力量数以倍增。 盟主驾驭十方俱灭所过之处摧枯拉朽,诸神涂抹折兵,势如破竹,引得众人纷纷侧目。 然而此时一道风雷之声破空而至,盟主凛然无惧身形急转以十方俱灭相迎,一声巨响携带光芒四散,盟主被突如而来的攻击阵的狂退树杖。 眼前来者,赫然便是带着花神去而复返的蚩尤,只不过与复活时的凶相毕露相比,重返后的蚩尤神才锐减不少。 虽在初次交锋落入下风,但盟主依旧心高气傲,不卑不亢。 两代盖世骁雄针锋相对,只是交手一瞬,以引得众人神魔,纷纷停下手中动作,秉析侧目而视。 湖泊此刻狂颤怒鸣,凶芒暴胜,似也被这气氛挑起斥烈战役,欲将盟主全身血肉吸干引尽。 只听猛战突然长笑一声,凌空飞起,十方巨灭也化作了一道飞猴,卷起漫天挂芒朝着蚩尤指掌而去。 蚩尤右手紧抱花神毫不退缩,左手持虎破迎风挥出,快到极致,似带着巨浪翻涌与十方巨灭对撞到一起。 金鸣交集四起,无数挂芒刀器相持排开,往四周击射,手握天神兵者还可抵挡,一众神魔根本全无招架余力,闪避不及急遭分尸。 面邪玄网失去大智慧球,与鲸鞋维持,竟也被四散的挂芒刀器损毁,变得残缺不全。 正当盟主与赤油斗得难分难解,玄网顶部吐石巨阵,东方一念忽然破顶而下,成功闯入玄网。 东方一念七雁嚣嚣张绝伦,欲拿眼前交战的两者耀武扬威,不由分说发动攻击,失魂凛冽邪气压顶而至。 决绝灯时耳鸣目眩,头昏脑胀,功力稍弱者顿时口吐鲜血晕倒。 三大天神兵各具独特属性,三股聚尽挤压到极点护斥反阵。 东方一念喷出一口血柱,直将玄网撞出一个巨坑方才停下,而盟主只是身形微错,吃油依旧稳如泰山。 三方拼斗高下立判,玄网受此巨阵也逐渐瓦解溃散。 问天一马当先,沿着东方一念开拓的通道飞跃而上逃出玄网,众人也紧随其后相继回到山巅。 可眼前一幕直令众人惊慌失色,上方踩云暗涌,苍穹低垂,形成磨连轨调天空之中,咧嘴低压嘶吼仿佛仿佛近在眼前。 趁着众人惊诧之际,牛郎四级抢夺引法王手中目瞎,雷俭电叉再次合一,阻合成天神兵惊醒。 赤友,盟主与东方一念在交战中也不约而同脱离玄网来到山巅之上。 与此同时,天空忽然不断渗下无尽魔器,脱离玄网的神魔兴奋无比,面对魔脸前程跪拜,仿若享受上苍恩赐,什么天魔地魔,天地由我赤友做主,快给我滚回你的狗窝去。 赤友见此一幕暴力杀气顿起,破海,一声洪亮的咆哮声响彻云霄,山巅上一道数千丈的刀器冲天而起,刀器光滑照耀四面八方。 辐射整个天空,将千丈魔脸一分为二,回旋角割,直至完全消失。 在场所有人无不汗毛倒数,骇然色变。 赤友竟以刀斩天,撕裂天空,魔脸玉席溃散,神魔似受召唤药力保主人,群起沙响赤友。 赤友表情一鸣,手中琥珀刀器如洪流,深如电光横空飞掠而去。 所过之处,神魔一个不留,全部被斩成碎尸血肉,叛逆我者杀,叛我者碎尸。 还有你们这般凡人,统统修想活命,杀界大开,赤友凶性一发不可收拾,难以自制。 赤友杀意如刀,以大地为砧板,使众生为鱼肉。 众人绝不甘坐以待毙,神农耻,十方俱灭,凤凰,太虚,是魂。 惊邪六大天神兵此刻进阶光芒爆战,璀璨生辉,将主人聚意尽扫而空,就算生死,也要将被己挺得笔直。 只见问天率先腾空而起,神农齿平举当凶,仁齿以合二为一,毫不保留祭出毕生功力,最高绝血,四方如来气无量。 佛祖法向挥出一记,树杖佛光直冲赤友而去。 赤友面对来世兴奋异常,狂笑将神力灌入手中琥珀,周遭空气迅速凝结,化成万千冰雹。 冰雹以雷霆万军之势暴射而去,所过之处,山势崩毁,气温极降止极寒。 温天的如来形象顷刻,被动穿溃散瓦颈,冰雹攻击还未完结,赤友已朝着温天飞掠而来。 突破刀光压顶一展而下,与灌满浩瀚佛力的神农齿皆是互拼。 强弱悬殊,焊机之下,神农齿竟应声蹦碎断裂,成为第二顶焚毁的天神兵。 问天口中一天,张嘴喷出一股鲜血,颓然壮以炎壁。 神农齿碎片散落四周,飘出晶莹绿光,神农是原神幻化成一颗翠绿精球飞力而去,等待机缘再被炼成神兵。 纯王齿寒,秀树,牛郎,火凤凰也纷纷各持天神兵群起杀向赤友,赤友却早有警觉,手中虎珀刀影翻飞,一道道无可匹敌的红色刀器随着舞动四散开来,轻松将围攻的重刃击成重伤。 但经过连番大战硬敌,赤友功力已经蓄好七成。 还未回气距离,静待多时的盟主谋落冷电,以携带一股猛烈旋风急如闪电抢攻接战,是要把赤友杀得措手不及。 双方短兵交击,转眼以交拼进千击,刀芒挂尽摧毁整个山头,凌乱不堪。 只听丁的一声,火星四溅,场面瞬间静止,琥珀迎面披向盟主面门。 其今铸造的面具,经受刀锋切割碎裂,露出盟主庐山真面目,蓝纹一字美。 竟是年岁三十出头的后燕君主燕王。 生逢乱世,强者为尊,燕王不仅身具皇者之才,十五岁登上王位, 武学更是天分绝高,近几百家门派之所长,自成一家未尝一败。 为追求武学至高领域,年纪轻轻的燕王因挑战天地盟主惨败, 遂以重金利诱盟主,重金败师求学。 燕王亘古齐家,天赋异比。 短短两年就已达至盟主十五年同等境界, 使得盟主肚裁之心大气,始终不愿将所学青囊相授。 燕王遂先下手为强,设宴以齐毒威逼盟主, 取得上天下帝至尊功三大秘卷, 更是直接吸取天地盟主数十年功力,狠辣实实。 为一统天下,完成为王称霸的志向。 燕王顺理成章,控制天地盟这一庞大江湖势力为己用。 画面回到现场,就在重刀的刹那, 燕王及时厚仰,十方俱灭,同时很差赤油腹部, 长达八寸的挂刃完全没入,神血死剑。 赤油勃然变色,猛然挥刀横扫, 荡出腰间十方俱灭,将燕王鸡飞解除危机。 花神心乱如麻,寒泪扑上查看赤油伤势, 劝其就此收手。 但赤油毫不听花神劝告,运转原神真气, 转眼之间伤口如涟漪收缩,重整愈合。 此时,天空渐暗,魔脸已重组原形, 只见东方一念丹西尔利高举世魂, 隐居无尽天魔之气从天而降,灌入体内。 就在赤油疗伤精神松弛之际, 东方一念猛然祭出地杀七魄最强一事, 身形一闪,数不清的棍影如大雨倾盆而降, 直击赤油后背快到极致,疯狂到极致。 赤油只觉后背巨震,半边身子都发了麻, 旧伤未复,又增心伤。 电光石火间,赤油手持虎珀, 迸发赤裂刀芒展开灵力反扑。 无尽烈火焚至身前, 东方一念杀招骤然消散, 狼狈而退, 连赴于试魂的凶灵也难抵酷炎高热, 争相逃串。 千军一发,又有一道人影快如闪电直扑赤油而来, 问天邪雷霆万军之势重轰在赤油腰间。 赤油本以为控制大局, 能不防被绿碧微能轰的口吐神邪, 飞退十数帐方才停下。 屡次受挫于人, 赤油视为奇耻勃然大怒, 愤然抢攻, 油光瞬息琥珀已向问天斩下树时机。 问天强忍痛苦, 竟然凭借绿碧微能与琥珀硬汉不落下风, 更因接连受到狂暴斩批, 激发精珠衍生更强微能。 血肉逐渐易化成透明晶体之状, 内里精珠清晰可见, 作古作怪, 始终难逃一死。 久攻不下, 忽见赤油将所有浊气一吐而尽, 身形腾空而起, 一道江河般的刀气一斩而下。 七大献灭力, 森然寒气笼罩全场, 灭绝性的破坏力层层扩散, 欲武击毁, 众人如临末日浩劫, 无从力足招架, 场面一片恐慌混乱。 问天无处可避, 奋起挥拳迎击, 但脚下却已经受不住刀锦压逼, 吐氏蹦裂暴碎。 就在这一瞬间, 指数一声剑光争冥想撤四方, 一把千丈的碧绿之剑从问天手臂冲天而起, 将赤油瞬间击飞, 直向苍穹而去, 天空磨脸全眉抗衡余地, 处之即散, 露出星罗密布的蔚蓝天空, 正气凛冽的天津光柱, 仿佛盘古出开连天接地, 气势磅礴震撼, 绿芒剑往四周蔓延散播, 似为漆黑星空向上一层保护天幕。 荆珠琥珀火拼过后, 于尽仍似无休止猛向四方扩散, 卷起万吨碎势, 方圆百丈进成死圈, 整个山头震撼摇动, 如遭到天雷轰炸。 温天踏足之处在琥珀刀镜灌柱下, 山石爆裂成粉末, 身不由主堕入深坑之中, 数以百万斤的碎石回落, 请客将温天掉入之处填满, 铁心焦急如焚, 披荐玉挖出温天, 但碎石千层百叠, 只是白费力气, 愤如火, 不饿则燎原, 凶魔赤油岂会就此战死, 虽口鼻不断渗出神血, 但受伤反而激起赤油杀意更甚, 只见赤油怒声撼动风云, 在空中重施灭地, 携万斤之力, 琥珀雷霆万军破虚空, 威力游胜钢材, 盟主与东方一念首当其冲, 合力举兵迎上, 本已毁烂的山头, 在遭到三大天神兵的交机烈尽蹂躏, 地陷土裂, 石浪往四方八面暴碎撅起, 死亡刚进席卷州遭众人, 普通寻常兵器全无招架于力, 刚风永至, 简碎人伤, 生死一线间, 问天坠落之处地底, 轰然射出凌冽绿芒, 阻隔刚进清洗, 无尽绿芒萦绕而上, 展现无穷生机, 赤油, 为拯救天下苍生, 今日要你再死一次, 一生惊天俱想, 碎石炸裂, 问天高举绿弊从地底腾空掠出, 赤油我早说过, 你称霸的时代已过去, 近日战死倒下的必定是你, 问天重出升天, 使众人信心倍增, 更坚定联手灭魔之心, 天下若不为我吃油所有, 那便毁天灭地, 玉石俱焚好了, 吃油的怒意与杀意直达顶点, 把心一横, 高举琥珀, 催尽极限神力, 琥珀成黄刀身, 静转为紫色, 无数锐猛刀芒直冲灵霄, 镇尽长空, 万千岁时野兽牵引飞生, 仿佛末世降临, 尘世将回归混沌, 风云变, 苍穹烈, 吞天刀势一出, 尽力司空裂地, 地动山摇, 人缘故决的破坏力, 由山头蔓延而下, 催枯拉朽将整个山峰层层崩碎, 烟尘乱世横飞死剑, 众人顺着碎石的间隙, 左右闪避, 不断以神兵击开碎石, 安身自保, 位于山脚聚集的大批魔化艺人一兽, 却遭飞来横祸, 全遭碎石埋葬, 吃油还未使出一招半事, 单凭钱奏以令, 整座山域毁碎大半, 带来无数死伤, 时间分秒流逝, 吞天的刀势火速蔓延, 引得空中降下七道列转旋风, 方圆十里灵气尽被西空, 百里所有活物, 树木植被全遭卷起冲上灵霄, 众人被眼前景象下的木凳口呆, 数百里内乾坤颠倒, 天空变成一片汪洋, 翻江倒海波涛滚滚, 百兽飞鸟沉浮其中垂死挣扎, 琥珀吞天屠神灭佛, 这一世的真正威力现在才开始, 半空中, 赤油双手紧握琥珀, 充满天地灵气, 浑身散发一层不能正式的光滑, 辟泥一切, 仰天大笑, 忽然赤油挥刀击斩, 同时主体豪光爆战, 弹出六个分身, 分身各祭出七大县, 其中一世刀术合共六大县齐发, 似要把所有天灾地祸, 一次全部带到人间, 死亡危机逼近眉睫, 此刻只有和天神兵的威力, 方存一县生机, 问天率先以身犯险, 号令五大天神兵同仇敌忾, 迎战赤油分身, 众人各持神兵身形闪烁, 划出一道残影与赤油分身站作一团, 一时间白红刀光剑影纷飞, 天地间充满了凄凉肃杀之意, 此时小龙激瓜大叫, 两只小爪子到处乱滑, 心急如火似要向众人诉说什么, 眼见无人领会自己, 小龙趁着牛郎歼灭分身惊鞋脱手之际, 飞身抓住惊鞋, 蒙刺进其中一句分身后颈, 分身应声化为碎块溃散, 原来小龙冲进大智慧球中, 眼见赤油后颈之处, 曾被琥珀所伤, 是其死穴所在, 问天顿时大悟, 借过精血运起内进, 迅疾如风向赤油飞掠而去, 但赤油早有察觉, 猛然回身横空一刀, 直接将问天劈的金竹绿臂不断崩碎, 口吐鲜血倒飞落地, 阎王剑士趁着两人交手之际, 手持十方俱灭贯穿而去, 再次狠插赤油腰间, 发动内井猛脚, 一天之内被人嘎两次腰子, 巨筒撕心裂肺, 激起赤油恨海南田, 举其琥珀对燕王猛批不断追击, 刀气纵横交割, 是要对燕王杀之而后快, 就在燕王即将丧命琥珀刀下之时, 一道人影现身赤油背后, 以精血准确无误差中赤油死穴, 下手之人竟是一直无力参战的铁心, 精邪刺入后颈, 猛烈电流直冠脑袋, 痛处便及全身, 强悍如赤油也忍不住惨叫哀号, 但赤油仍有再战之力, 刀是迂回横扫, 将铁心击飞, 花神飘升而至, 替赤油拔出插入死穴的精邪, 赤油神血大量喷涌而出鲜血淋漓, 惨不忍睹, 赤油, 你的伤口好深, 你还好吗? 花神面带愁龙含泪询问赤油伤势, 刚才那一刻我以为就要失去你了, 花神, 赤油嘴角淌血, 凶暴之气渐渐, 向花神倾诉真情, 正当众人以为胜利在望时, 赤油竟然再次起身, 面对众人大笑不已, 原来铁心功力不足, 虽用精邪刺中赤油要害, 却无法使其致命, 就算止于一成神力, 我也足够催动吞踢杀光你们, 赤油手中虎泊一挺, 紫芒在线, 天上虎海四手刀进带动牵引, 汹涌翻滚, 即将惊吞淹没一切, 吞天一出, 代表世间万物即将终结, 众人已无再战之力, 皆心计胆寒, 心知苍生气数已尽, 再无法扭转乾坤, 所有人皆已崩溃, 就在苍生命悬一线之时, 花神忽然飘升而上, 将咽喉抵住琥珀刀锋, 似要自吻, 赤油惊黄失色, 赤油, 吞天刀树一出, 天地俱灭, 这片美丽的人间乐土将要消失, 亿万年形成的璀璨天地, 人间情爱, 千花万惠若都毁了, 我这个花神活着, 还有何意义, 不如就此早一步解脱, 他口中的花, 傻傻地在看我, 他口中的花, 小小地期待于我, 想起你是什么颜色, 他偷偷地为婉弱我, 竟然对你还有一些垂涩, 对你沉寂, 为你痴迷, 为你刻下, 痴情最终的礼品, 盛开了一遍, 琥珀无情, 人却多情, 赤油手心渗出冷汗, 内心经过一轮挣扎, 最终对花神的爱意战胜杀意, 赤油中被花神所感化, 抛开了仇恨, 杀戮, 霸语, 执着种种枷锁, 豁然开朗, 只要挚爱陪伴身旁, 什么也变得不再重要, 历经千年的翘首以待, 下凡以来的初衷梦想, 今日终得成果, 花神喜不自胜, 笑颜如百花绽放, 二神浑然望我, 牵手翩翩起舞, 于是无争, 琥珀流来何用, 赤油之初琥珀插入巨石, 希望琥珀领域善良之主, 造福世人, 随后与花神双双飘下, 形体逐渐化为灵光, 没入地底, 进入灭邪玄王, 二神一起集合自身灵力, 填补取代福系的大智慧球, 与两大天神兵重组玄王, 继续肩负保卫天地的使命, 玄王外燕王眼疾手快, 飞身扑下夺取赤油丢弃的琥珀, 正在沾沾自喜之际, 突然所有人身形击坠, 天空湖海失去赤油神力支持, 转瞬之间倾泻而下, 众人伤疲交加被怒涛重击的各散东西, 洪水巨浪形成海啸, 万马奔同般向四面八方泛滥暴涌而去, 眨眼将数百里内尽数研磨, 就在此时, 玄王神力从山头冲销而起, 直向苍穹, 瞬间将重现的魔脸摧毁, 溃散幻灭荡然无存, 赤油与花神构成的灭邪玄王, 与苍穹绝境的天罗绝境互相呼应, 把企图复生的元祖天魔尽至于九重天之外, 大地得以赞保平安。